哈喽大家好我是浩瑋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个股 今天的个股存股观察 是1537的广融 在这支影片中我会从个股的现况 毫无不要符合条件 以及合理价格估算跟验证的部分 来跟大家做个说明 还没有订阅的人 记得帮我按下订阅哦 谢谢啦 在开始之前 先来分享一下本周所要推出的财报整理档案 这次要分享的是 112档的光电夜个股 最新第二季的财报资料 在这份档案里 包含了这112档 近8年跟近8季的财报 另外还有近4年的月营收资料 以及计算合理价的表格 在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之后 使用者可以自行填入ROE跟本益比 就可以计算出股债价 以及合理价格 这份档案主要的指标个股有 大力光 群创 友达 瑞宜 台表科 达星材料 易光 元泰 顶元 明基材 中光电 那取得这份档案的方法很简单 如果你是频道会员的话 可以直接到会员的专属社群里面去下载 是免费的 之后每周也都会持续推出不同类股的财报整理资料 如果你对财报学习 或是计算合理价格有兴趣的话 欢迎加入频道会员 各股现场 各股现况 公司名称是广融光电 股票代号1537 股本8.21亿 上市归年数已经19年 近一年现金配息是10块钱 以目前股价换算值利率大约是7.19% 年配现金年数已经21年 近一年配息率为93.02 八年平均为82.7 近一年ROE21.84 八年平均24.28 专注本业则是101% 会超过100% 代表它业外数亏损的 那等一下后面我们就会看到 亏损的原因是什么 广融是一间 以千算续电池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在去年的营收占比中 电子密币是电池 占了82.43 机车电池 占了13.92 汽车电池 则占了3.35 产品主要是应用在UPS不断电系统 汽车 机车 电动工具 电动代步车 以及同性用的电池等等 其中又以UPS不断电系统的电池 所占的比重最高 将近7成 千算续电池从发展至今 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 这种电池的特色 除了制造成本低廉之外 还具有高稳定性 高回收率 以及使用范围广泛等优点 是目前市场上公认最符合经济效益 而且安全性也相当高的二次电池 虽然说千算电池也不是没有缺点 像是体积太大 重量重 放电效率较差 以及对环境所造成的污染比较高等问题 但是因为价钱便宜 维护成本低等特色 因此在电池市场 还是占有一席之地 短时间内要完全被取代 是比较困难的 尤其近几年东南亚迅速的发展 汽车电池用量大幅增加 再加上全球资料中心不断扩建 伺服器里的UPS备源系统 需求也持续提升 千算电池自然也可以维持一定的市场规模 来看一下月营收 在图表中可以看到 广融近几年的收入 有开始逐步衰退的迹象 2018年在创下新高之后 19年跟去年都出现逐年减少的情况 最主要的原因是跟签价下跌有关 因为在签算电池里面 签的成本就占了六成左右 所以签价的走势也直接影响到公司的获利 而去年的营收之所以掉的幅度更大 除了签价之外 还有疫情的因素所造成 今年前两季好不容易看到有复苏的迹象 但在第二季之后 主要的生产基地越南 因为疫情严重导致工厂停工 这也让营收大减了七成 今年前九个月的营收 跟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15% 不过好消息是10月初 越南已经开始逐步解封 目前复工的状况大约接近七成 再加上近期签价开始上涨 价格来到近三年的高点 这也有助于提升广融在第四季 甚至是明年的获利 也就是说在复工之后 整体的营运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基本概况 我们快速了解一下广融的状况 公司成立在1990年 目前主要的生产基地是在越南 不过根据查询的资料 其实一开始广融决定要到海外投资设厂的时候 是选定中国大陆 但是去过越南考察之后 发现越南社会的状况 跟过去早期的台湾很像 而且高达千万以上庞大的机车数量 背后也有着巨大的商机 因此先后在宾利县以及德河县进行投资 现在越南已经是广融主要的生产基地 营收比较 先来看营收组成的部分 可以看到广融的收入主要是来自电子密闭式电池 去年的收入为58.68亿 占营收比重达82.43 机车电池的收入9.9亿 占了13.92 两者合计就占了9乘5以上的收入 整体合并营收为71.19亿 这个数字比2019年的79.33亿衰退了一成左右 而从法术位的资料中可以看到 去年的平均出货量跟2019年是差不多的 都在200万个上下 因此衰退的主因 可以判定是跟签价有关 以伦敦金属交易所的走势图来看 2019年的平均签价 每公顿大约在2000美元 去年的话 平均每公顿是1800美元 掉的幅度也是跟营收差不多的一成左右 我们把资料放大一点来看 可以发现去年股灾时 签价在第一季跟第二季之间落底 之后随着股市复苏 价格也开始回升 因此整个2020年 平均价格是比较低的 至于最近的状况 从图中也不难看出 签价已经来到近几年的新高 这对广融来说也是一大利多 虽然前几个月有受到停工的影响 但相信复工之后 签价的上涨 就会表现在营收上面了 再来法术会中有提到一个点 就是签酸电池市场规模的问题 从图表上可以看到 近几年的成长 数字几乎停滞 反倒是锂电池的规模不断的扩大 预计这两年就会超过签酸电池 甚至达到500亿美元以上 也就是说未来市场的份额增加 都是被锂电池给拿走 这样会不会对以签酸电池为主的广融 造成实质上的影响 我觉得这是一定会有的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未来2020年 签酸电池 还是会有一定的市占率 因为价钱便宜 耐高温 而且安全性也比较高 这些特色让这个产品可以继续有存在的价值 这部分我想投资人先不用太过于担心 广融在年报中也有提到 未来的研发将会朝着 制造更有效率更节能更安全 以及更环保的移动能源 来满足客户还有市场的需求 例如去年研发重点的其中一项 就是在于千碳电池的开发 千碳电池可以说是用传统签酸电池所演进出来的技术 这种电池具有成本低可快速充放电 以及更长的电池寿命等特色 目前在中国大陆已经有应用在风力跟太阳能电力的储存上面 甚至是未来也可以应用在新能源汽车 在年报中有提到的不利因素中 除了汇率、环保以及原料成本之外 另外还有面对低价产品竞争 其中一项因应对策就是开发先行高品质高功率的电池 这里所指的应该就是千碳电池 因此这个部分也是投资人后续可以去期待的新领域 好股票挑选条件 我们会从配息、毛利跟熬一的部分来跟大家做个说明 配息是否稳定 广农8年的平均配息率为82.7 这样子的分配比例算是相当的不错 最近已经连续3年都配发10块钱的现金股利 从年度的资本支出状况中可以看到 近8年的支出平均都只有1亿多 这个跟营运现金流量比起来算是蛮低的数字 这个也是传统产业的特色 虽然跟电子业一样也需要进行扩厂 但是在厂房跟设备的支出落差是比较大的 所以在自由现金流的部分 广融的表现也是相当不错 包含计表的表现也是如此 营业毛利状况 由于广融目前是台湾唯一一间 以欠算电池为主的上市公司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单纯观察广融自己的状况 首先营收的部分 广融近8年的营收增加了25% 而在毛利率也成长近2成的帮助之下 营业利益提升了68.6% 最后净利则是多了51.8% 整体这样子来看 广融的营运的确是比2013年要好 但从资料中也可以看到 自从2018年以后 营收已经连续两年下滑 今年在第三季越南厂停工的状况下 很可能会出现连续三年衰退 不过刚才前面有提到 签价上涨的问题 有机会在第四季营运回稳之下 今年70亿以上的营收 还是有机会的 去年的营收不如前年 也是因为受到签价下跌的影响 所以照理来说 2018的营收会这么好 签价应该在高档才对 我们来验证一下好了 一样是来看签价的走势图 我们可以看到2018年 第一季的签价 每公吨还有到2600美元以上 整年度的平均 也还有2300美元 再对比2019跟2020的价格 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2018年的营收会这么高 因此也可以知道 签价高低 对营收的好坏 有直接性的关联 而好消息是 今年以来的签价 还在持续上涨当中 计表的部分 今年第二季同期的表现 广融的营收成长了15.2% 不过在毛利率衰退 以及营业费用大幅增加的情况下 第二季的净利只成长了2.6% 算是维持平稳的表现 而接下来第三季的财报 再过不久就要公布了 这几个月因疫情停工 相信也会对财报数字 有不小的影响 到时候投资人可以再看看 有没有出现比较好的进场机会 熬益是否稳定 广融近8年的股本膨胀比率为0.6% 股东权益的话增加了44.7% 而最重要的净利 则是成长了51.8% 看得出来幅度有大于股东权益的增加 代表公司保留下来的盈雨 能够创造出来的效益是比较大的 接着来观察一下熬益的数字 从8年的资料中可以发现 2018年的熬益可以到26.06% 除了刚才说的签价平均价格高之外 另外就是还有任列了0.9亿的外币兑换利益 不然的话 干年度的净利 应该是跟2017年差不多而已 而在年表的资料里面 看起来营业外的收入 算是比较不稳定的 主要都是来自外币兑换损失跟利益 例如2017跟18 这两年就比较明显 17年汇损0.77亿 18年又赚回了0.9亿 如果用单年度来看 或许有差 但时间一拉长的话 这种汇损就不用太过于在意 当然 如果公司的金融投资太多 就另当别论了 以广融的资产状况来看 金融投资仅占了总资产的3%左右 这算是蛮低的比重 因此就不用太过在意外币损益的问题 来看一下季表的资料 今年第二季的营收 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 增加了15.2% 跟前一季相比也多了14.7% 在预期熬逸的部分 近四季加起来是23.1% 近期营收的话 8月跟9月因为停工的关系 分别衰退了67跟69% 这个幅度看起来蛮吓人的 不过后续在越南解封之后 相信营收可以逐渐恢复到比较正常的水准 至于预期的OE该取多少 建议可以参考过去几季 跟前几年的状况 在评估之后 我觉得可以取21%左右 会比较合理一点 等一下后面就会拿这个数字 来进行估价 当然 这个数字 会在移到之后的营运状况 再去做调整 不管是季报 或是月营收的资料 甚至是毛利的变化等等 都可能会改变对这间公司的价值 所以建议找自己熟悉的产业 以及比较了解的公司 来投资会比较好 合理价格验证与计算 我们先从2020年的股债 来做个验证好了 在当时 因为2019年的年报还没有出来 我们手边有的资料 就是2018年的年报 跟2019年第三季的季报 那么就用现有的资料 来去做个预估 先来估一下OE的部分 近四季的OE加起来 是24.78 而最近几个月的营收 1月衰退了30.25 2月则是成长了6.85 这边预估的OE 在调整修正之后 是爪24% 我觉得算是比较合理的数字 静止的话 2019年第三季的静止 是47.65 我们把47.65带进来 这样子计算出来的预估EPS 为11.44 11.44再去乘于去年股灾时 最低的本益比是9.71倍 这样子算出来的股灾价 为111块 而去年股灾最低 是跌到115.5 这个也算是在10%的乌差范围内 再来另外一次验证 是发生在2018年第四季的时候 这次的验证 比较不一样的是 我们就直接把当年度的资料套进来 看看准不准确 2018年的OE是26.06 我们把26.06带进来 静止的话 股灾最低点是发生在2018年第四季 那第四季的静止是47.89 我们把47.89放进来 这样子计算出来的预估EPS 为12.48 12.48 再去乘以2018年股灾时 最低的本益比是11.48倍 这样子算出来的股灾价 为143.3 而股灾最低是跌到137.5 这个也是在10%的误差范围内 这边还是要说明一下 刚刚的验证准不准确 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 计算这个股灾价 只是要让投资人知道 相对的低点大概落在哪边 让进场比较有一个依据 同时也可以增加一定的持股信心 对于想要提早进场投资的人 其实也是可以的 只要能够了解公司的赚钱能力 并且评估好股价回涨的风险 好公司也是能用高一点的价格来买入 这一点就可以由投资人自行决定 合理价格计算 我们先从股灾价开始 刚才前面有说预估的OE是抓21% 所以这边可以填入21 再来合理本益比的部分 因为最近两只股灾的本益比 分别为9.7跟11.48 因此我觉得可以取10倍或是10.5倍 都算是比较合理的 这边我是取10.5 这样子计算出来的股灾价为95.8 目前的合理价 OE是一样的 本益比提升至14倍 这样子计算出来的合理价为127.8 所以估价的区间是落在95.8到127.8 目前的股价是在140块左右 以上的资料给大家做个参考 如果你对财报学习或计算合理价格有兴趣的话 欢迎加入频道会员 已经加入的人 别忘了到会员的社群里面去下载这次广融的财报 还有包含前面一开始所提到的 112档光电夜个股的财报资料 希望对各位在学习上会有点帮助 好 如果你还想了解其他个股 记得在影片下方留言 还没有订阅的人 记得帮我按下订阅哦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拜拜